莫德纳疫苗开打第一天就出现踊跃的施打人潮 甚至于是为了抢残剂而发生了乱象 这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希望能够打到莫德纳疫苗 而对此卫生所的主任医师表示说 如果能够提高长者和民众施打率 不管是AZ或者是莫德纳 只要能够打都好 花莲县第一批莫德纳疫苗开打 各上镇市施打地点也涌现前来接种的长者 为花莲县第三大高龄乡镇的光复乡 乡长林清水也亲自到场关心长者的施打情形 相较于之前AZ疫苗的缓打情况 这一次接种施打莫德纳疫苗的长者就显得比较踊跃 不少陪同的家人也拿出了手机拍照经验 现场气氛轻松 87 想说也很相信还是要打 这样子对我们身体好 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自己的那个怎么讲 对对 光复乡共配播600多剂的莫德纳疫苗 今天施打将近300剂左右 尤其不少接种施打的长者更直说就是要等打莫德纳疫苗 卫生所主任医师林春孝表示 不管是AZ还是莫德纳 只要有打都好 当然这次的疫苗应该是大家认为可能是莫德纳的原因 但是基本上这两种疫苗其实都差不多到目前为止 那在本乡施打AZ的情况来讲 我们最长者是有到106岁 那90几岁的是很多 那到目前为止 大家的状况在最终底下是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不管是莫德纳还是AZ 其实大家都应该要放心 因为我们尽量达到我们施打的一个比例 我们的疫情才会得以控制 我想这是大家全民的责任 今天花莲正式开打第一批莫德纳疫苗 县长许正未也亲自到封兵 光复以及瑞穗香来视察 并慰问辛劳的医护人员 中南区乡镇施打作业秩序良好 目前也无不良反应出现 而至于大家所关注 莫德纳疫苗残剂登记施打情况 包括卓西、瑞穗、光复等香税 一早就秒杀登记 而为了避免临重漏页排队 增加作业上的不便 政府从明天起改以网络预约登记 记者石玉兰纵额报导